西蒙推出马哈迪与旺阿兹沙作为首相与副首相人选 引发公民社会的不少争议 这也可说是马哈迪取代安华正式成为西蒙共主的时刻 马哈迪在人权记录上网记斑斑 并对多项西蒙政策唱反调 而改朝换代以后 马哈迪会是改革的原动力 还是会将西蒙转型成国阵2.0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